从疫情开始有一个留学美国的观念的转变 就是说我放假 不是一放假就赶紧回国了 而是放假要在美国实习 将来想在美国开始自己的事业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的同学家长 经常把我们和印度人相比 印度人为什么拿到工作签证是中国学生的七倍 就是因为他准备得早 他的目标明确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留学美国 在开始准备申请签证读书这个过程中 我是可以把留在美国就业 作为唯一的一个目的吗 我在什么时候可以有这样的目标 什么时候可以把它说出来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敏感的话题 我先说他的答案 可以也不可以 为什么呢 举两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第一是我们都听说过 在来美国签证的时候 甭管是学生签证还是商务旅行签证 都有一个拒签的理由 叫做移民倾向 典型的学生 比如说是有离异的 有孩子的 或者在中国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的 年龄比较大的 这些人想留学或者是来旅游 很有可能会被移民倾向这个理由会拒签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美国的留学签证 它是一个单一目标的签证 它不是双重目标签证 单一目标就是我来留学美国 就是要拿到学位 拿到学位以后 我要证明我是要回国的 这叫单一目标 所以你在申请美国的签证的这个时候 是不能够流露出自己的决心 是要学成了以后要留在美国的 而是问到这样的话 你的标准答案呢 是我学成以后要回国 但是你说我来了以后 我的观念改变了 我这个时候呢 想在美国开启这个我的事业 或者我有这样的机会 能不能留呢 那当然是可以的 你像我呀 我的这些美国同事 那很多都是通过这样的情况 来留在美国工作的 我们分析过中国的学生呢 大概有7% 印度学生有大概50% 是通过学生签证 读书 然后留在美国的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例子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在去年的印度的学生 来美国读研究生呢 人数增加了430% 这个呢并不是因为 印度学生突然变聪明了 或者印度学生突然有钱 付的学费了 而是在美国的国务院的签证处 对他们的移民倾向 检查的标准呢降低了 那么不查他是不是移民倾向了 所以呢他们 很多人就能够得到这个签证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们在国际学校招生的这个圈子里呢 有时候也吐槽 比如说呢 就有一些南亚的国家的学生吧 那么他们来美国呢 其实就是想在美国打工 在美国待下来的 就有学生去搞什么机场消失的 就是我拿着20进了美国呢 哎我这个人就不见了 就去打黑工去了 或者呢还有叫什么机场转学的 就是进机场的时候呢 那近海关拿的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学 比如说加州州立那个大学 那我来了以后呢 可能就转到一个便宜的一个野鸡学校 就为了打工挣钱 这些同学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 以就业导向来美国的同学 当然我们中国的学生呢 对学术上更加注意 而且我们的经济条件呢 也会更好 做事情更保守 所以呢我们来美国呢 目标呢就是 哎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而这些以就业为导向的学生呢 哎我的目标呢 这个瓜不重要 就是为了拿这个豆 这个呢还是很不同的 所以呢我最后总结一下呢 在美国签证和入关的时候 是会检查 你是不是有移民的倾向 所以在这个时间 心思目标要放在学业 拿学位上 但是你到了美国以后 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机会 不同的观念 你在美国的境内 去找实习啊 去就业啊 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当中 你能够有这样的价值 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 嗯 所以呢 来美国 以就业导向呢 是可以 只不过呢 要到人进入美国以后 好 希望呢 今天的话题呢 给大家有所帮助 美国留学就要找后人 我是程老师 你应该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